我們知道這RNA的病毒 縱使不具傳播力 那可能是屍體 但是在身上還是會停留很久 如果用CT字來看 其實大部分的國家 包括我們本土的研究 超過27 其實基本上大家都認為傳播力 已經相當相當的低 那我們曾經有一個PACE 到32的時候還培養出來 所以可以就講說超過32 已經沒有傳播的能力 但是為了更省慎 所以我們把這樣的吸氣值 定得比較高 那至於英國國來這位 一個英國籍的人 他已經確診 然後有驗過四次是陰性 CD值是34 35 換句話說 我們知道這RNA的病毒 縱使不具傳播力 那可能是屍體 但是在身上還是會停留很久 我身為指揮官 當然那個專家意見非常重要 但是我要審視相關的 會議紀錄跟文件跟其他的一些報告 確定後我們再來審慎處理這件事情